三哥苗乔尾 黄日华 这天琪琪做客由崔剑邦 张秀文主持的清谈节目 主朋好友 大谈四十年的友情 这次可以请到两位重量级嘉宾上节目 Amigo就说是莫大的荣幸 我觉得我这一生无憾 三哥跟华哥在做我的嘉宾 不要是华哥 华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观众见面 对啊 他是给面子给你 也是三哥给的面子 没有 我做你的访问 华哥就说可以 好 就答应了 谢谢 阿邦叫我找一个伙伴 就是找一个兄弟过来一起跟我做访问 问我找谁 第一个就想起他了 他跟我就是四十年了 老实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因为我真的很少很少在接受访问 现在真的很难得 很难得 很难得 对啊 好亲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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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 好配合 也是兄弟装吧 同样兴奋的还有三密 而且这天他还被华哥称赞是美女呢 美女我们是第二次碰面 对对对对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就在公司的化妆间 就是那个时候华哥回来跟我们拍戏 好多年了 很多年了 他当年都还小 他现在也很小 什么意思 我不觉得我小 但是我觉得很荣幸 因为真的 就算我在TVB十年了 但是其实跟两位男生合作的机会 真的是很少很少 对 跟华哥完全没有 跟三哥就是有一次的机会而已 但是中间就太兴奋了 你知道吗 就是其实对白也没什么 但是那个戏我肯定要接 为了三哥我也得接 他的心情啊 感觉跟我今天一样一样 你的心情是怎样 对 又有三哥在 我不能不接 对 三哥你很权威的感觉 没有 从来不权威 我们是很很水和的 很水和很水和 对 但是你不能抗拒 对